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的可伯 真可憐 遇上了一個賢妻 最後兩年真是國際 請大家按LIKE 支持我們的廣播 話說 討論區的人在說 其實可伯的樣子雖然醒醒目目 但是很快會進入人生最後的時期 現在他也覺得是晚年 晚年能夠安享就不是那麼容易 你看到他現在也有些 又要受著戴綠帽 又要去做男技師 他真是煎熬 好了 這些人在說 可伯 希望你長命百歲 很多人都有機會賴屎賴了 失禁 行動不變 你看看河馬一直以來 就當他是工人那樣 你猜一下河馬 會不會反轉 在他這個 年紀大 機器壞的期間 服侍他轉頭 可伯其實現在是愚蠢的 做了一個免費的男工 他娶這個老婆的時候 打算是他老婆的嫌妻 又煲湯給他喝 又幫他捏骨 現在也是個女人煮飯 可伯可能真的不會煮飯 但你看到可伯又洗底褲 那他 往後的日子 一定不放好過 看到河馬的性格如此 惡毒 玩東西 說話就激心 就是鄧可伯可憐 麻煩了 吳仔 Hello 大家好 我是耶他 今天我在 《何伯和何伯老婆關注組》裡 找到一個很有趣的話題 不知道大家又會怎樣去 角色扮演去想像一下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 你又會怎樣呢 話說有一個網友發言 他說如果過多一年 可伯賴屎賴尿 但少變失禁 又不需要自己洗澡 何馬又未成功和可伯離婚 何馬會怎樣對可伯啊 喂 這條 這個問題 挺多人留言 挺多人回應的 所以我就 總括了出來 找了一些特別有趣的留言 跟大家聊一下 如果大家也有些感覺的話 在下面留言 關於這個話題 如果過了一年之後 可伯賴屎賴尿 大小便失禁 又不懂自己洗澡 何馬又來不了婚 何馬會怎樣對可伯呢 就是這條問題 我們看回應 有人回應說 如果何管家失禁 沒有性能力 滿足不到王太的鮑魚 可以自己申請離婚 到時候何百家痴癌 兒女和香港政府自己會回收 不用擔心 之後呢 提出這個問題的朋友 就回答他 其實香港離婚很難的 要法庭判的 不是何馬說想來就來的 單方面申請也要拖足兩年多的 他們就說 那你又不是丈夫性無能嗎 丈夫性無能不是離婚理由啊 法庭是不會批的 然後另外一個網民就說 要求你去批不批呢 有婚姻就可以照趕何管家走的 或者他死什麼 你都傻的 跟他有親什麼 王太太結婚 都為了錢而已 你猜他為愛情嗎 你說何管家死後 大把身家保持著老爺 何管家什麼都沒有保持 拿來做什麼 到時候說壓力大 想先走一步 我下下寫著自然就回收何管家的 或者會聯絡子女看看會不會回收 另一個網民就回答這個留言 就說王太太離婚經驗很足的 離婚很有經驗的 不是王太 是何太 你打錯了一字 然後他們又有人說 到時候叫可白認命 引用紅馬的金句 誰叫你無能力 無能力就要認的 另外一些人就說 喂 很簡單而已 就是老爺 砍白山肉倉 全身腐爛 烏蠅迷山 山埋椎 眼望天花板 爛死在床上 屍體發臭 被人報警 拖出去燒 這個就是唯老不尊的人生終局 即是不得好死圓 那些人就說 河馬現在都賺不到五百萬 可白現在的生活 都被河馬生不如死地對待 到時候一陣陣老人脫 老人臭口 他還會不會當街咀咀 有些會弱些網民說好好笑 叫可白爛出勤 哈哈哈哈 然後也有人發表 說你真的想多了 應該未到這段時候 河馬已經被可白踢走了 河馬不代表一定要離婚的 他們可以分居也可以 最正常的人就說 這個情況就丟進醫院 上了房間就閃人 有什麼等子女處理 住院費 老人院費 不會管的 到肯白香了 他就會出來繼承遺產 有的話 話說醫院其實有社工的 我相信如果這個情況 會有社工跟進 會有社工打給五兄弟姐妹的 就好像之前我老公 我老爺進了院 我們沒有人知道 他沒有說 社工會打電話來 給子女告訴他 最近他的近況 他的身體是怎樣 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什麼 有社工應該會打來 如果進不遠的話 有人很聰明 到時候子女可以說 四百五十萬到錢輸完 一毛錢都得不到 那就適合我 大不了你 你就告我 你出錢告我 你告我告到最後好 就當你贏 我破產 我反正都住在公屋 我破產 我做份現金出糧的公屋 我可以嗎 可以的 你 你 洗完了 沒有了 破產了 你就告我破產 但他要告別人破產 大前提 他就給很龐大的律師費用 之餘 那四百五十萬 那一毛錢一個 都分不到 以我所知 他一直都有人留言 就問他 哇 還用問的 入醫院不理他 但政府安排入老人院自身自滅 我也是傾向他會不斷走的 只要夠兩年分居 就離婚了 叫美國企家佬等兩年 那 河馬當然想盡快脫身 不小一年 河馬只有半條命 河馬會弄到河伯入院 對 天天喝那些 狀虛不受補 那些狀羊的湯水 不知道有沒有下了偉大的哥哥 在裡面 然後再吃痛風餐 天天吃 說天天吃 那你 萬聖引致他 自殺 萬聖引致他 他殺 說錯了 對 慢慢 慢慢毒殺他 有個網友說 奇怪 為什麼一年後 過不了今年 都不知道是不是未知之數 另一個留言 就說 鹹野哪有這麼長命 我想他兩個月 差不多 老坑就暴斃了 哇 你們真的不太看好 我覺得可伯 應該有些小貨 我想他自己會買些濕皮紋吃 那頭比較河馬 唸 那頭馬上疏通一下 買些濕皮紋自己搭 也會吧 會不會 有這樣的一日 才體驗到河馬 對河伯的珍愛 是否熟實 然後 有人 撕了一個 骷髏骨 在一個湯鍋裡 河馬 拿著大聖劈掛的切肉刀 叫做河伯老火湯 就是熟了河伯 然後有人說 過了一年 你想想也挺正面的 原來很多人都看不好他們 覺得過不了年 過不了今年 他們兩個可能 嗯 這件事 可能 要問問一些 會算命的朋友 才行 河伯開飯 吃屎 這些廢話就算了 推他入老人院 之後再找他的子女埋單 其實最簡單 每個人都想到 肥仔簽一張臭小子 扔回政府入老人院 讓納稅人養 即是我們 是啊 如果扔他入老人院 有社工幫 他不用出錢入到老人院 都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有人說 推他醫院門口 自然有人接收他 坦白又不是未成年 棄治他應該沒問題吧 日後如果坦白有病 要睡在床上不能治 那你這樣就帶領洛了 肥河馬一定不理他了 有些人就說 扔我入老人院 叫子女給錢 最多人說的是 你真是樂觀 為什麼會等到一年呢 最多人都覺得 去河馬今年內會飛 哦 這樣 我們就沒有話題說了 說到年底也說完了 最終結局 好像 像Lady Gaga的 Romantic 歌手歌的結局一樣 都說成功離婚 過不拖欠 總是社會福利署 你結帳 之後可白子女 冰色潛然 月月給4萬元可白住老人院 有錢叫雞 總之不益購買這個壓閃 人們會這樣看 不會的 過了一年後 河馬馬馬馬馬馬的逼離婚 會太多的 她又沒那麼蠢 人物沒有錢 也沒有服侍的阿伯 有些人說 河童做管 人每天進步 應該命不久以 肯定叫白車送回 prophet 因為他在醫院工作 所以人們說送給小女兒 小女兒來照一下 但接下來後 大多數人是為了人性 為了了兒子的陰德 希望他可以送人 到小女兒工作的醫院 他和小女人是仇人 到大小異辨都不能治理的时候 你叫小女人去看她 也不知道到时候是尴尬 或是道德绑架 你们不要道德绑架她的小女人 会用轮椅推她的河管家 去找黑粉福利处 福利处你都说明是你黑粉 不过香港这些东西是说程序的 你程序是对的 那就做吧 是你纳税人的钱 那怎么办 有人有不同意见 说分分钟拿到份纵门来洗 借着可伯这件事会不会 官司那件事都没搞定 最多人呢 我总括来说 最多人就是说 扔她出去医院 让医院回收 第二就是扔她出去 扔她出去 扔她出去都没有用 因为可伯不想离婚 可伯一定会有办法 黏在河马里 她都没有避免她 除非她老人痴呆 她已经痴痴呆呆 认不出街道路了 已经老到她所说的生活不能治理了 又不懂自己洗澡 打口又臭了 因为睡在床上 吃碎吃碎 是睡在床上 其次最多人说 就是扔她入老人院 这个是第二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扔她入医院 街道 第二个选择是扔她入老人院 第三个选择 就是送回她的子女 叫子女回收 喂 你们不要忘记可伯当日 是怎样说她的子女 是吃屎择饭的 是说她吃屎择饭的 说她们的老人全部装屎的 你现在搞到她们的对立 这么鲜明的对立 你现在希望 那五兄弟姐妹接收 我相信是会 五个总有一个 两个是心愿的 但是 喂 我想大仔一定不会扫她 二仔不会扫她 小女儿不会扫她 还剩下那两个姐妹 还没攻击过 那 只剩下那两个 可能才会扫她 明白吗 你已经是 画得 画得 臉弱烂了 到时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 不过算了 那八个人都没有什么自尊心 你想想 说嫁美国皇叔 都只是说心疼 怕看到她们上床 接受不了 你去美国之日 就是我生命结束之之日 她说她也要面子的 那你要面子 你的子女就不用要面子了 是不是 到时你们全部 每个人 其实 不要太 想得太乐观 不要赌得绑架 是的 因为其实 她 她做到这一步 那五兄弟姐妹 不管她有她自身自滅 有她自己在老人院 有福利 自己搞定 总之我就当没有这个老爸 我一早当这个老爸死了 这个机会率是最大的 其次就是 可能有些心愿会去看她 但是你说全职去照顾她 去以前 大家一起去旅行 帮她抹身 煮粥给她吃 这些 不可能的了 不会发生 这条刺永远在心里面 正如耶他曾经都经历过 这条刺是在这就在 这个人存在 这个河马存在过就是存在过 是的 你抹不脱的 抹不脱的 因为真的有创伤 在里面 是 害了 害了她们 心里面 就算和好 好了 好了 他们内心也有疤痕在里面 那 真的 简单点说 天生天养的了 如果这个题目是整的 那可伯的 林美香也挺悲哀的 香之前 即是 叫做 惨不忍倒 没办法 老婆你选的嘛 你说妍妻嘛 是不是 那看看妍妻怎样 你有饭饭吃 她也有饭饭吃 你会活到120岁 她会活到80岁 大家照顾大家 我真是想看下 你天天去 餵她吃这些东西 怎样活到120岁 今天的 讲播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 记得在五仔 五楼有五仔 这个channel里面 按个铃铃 订阅 在下面给like 点赞 多谢大家 拜拜